土壤液化 所以我說這是一個學期要開的課 講一些什麼計算的東西 我不打算講那些 介紹概念 土壤液化最簡單的就是在沙土層 那沙土層在地下水面 稀鬆沙的時候 搖晃的時候 它整個會呈現 我常常在比喻就是說 如果說這是一個裝米裝糖的杯子 你如果裝滿了 你把它水瓶搖曳 糖跟米還是鹽巴就會陷下去 那這個就是在沙子土壤 你經過水瓶搖晃的時候 它會呈現下去 那最大的是怕不均勻的呈現 孔氣水會冒出來 大概是這樣子 土壤液化會這樣 它房屋傾斜下陷 房屋就會沒有這麼誇張的裂 房屋會按照它的結構怎麼會裂開 是這樣子 那這是比較嚴重的土壤液化 整棟倒給你看 這旁邊是核磚地 所以它整個會倒下去 土壤液化 這土壤液化 你看這邊全部都受影響 那最明顯一個在碼頭 因為它填沙的 這就是碼頭 土壤液化會噴沙 那土壤液化我們怎麼解決 身頂工法 頂身工法 講錯了 那土壤液化 就用的工法 就用這一個 把它頂上去之後 先支撐著吧 然後用千金頂把它回覆 裡面看怎麼灌漿 所以你看到支撐大部分都用形鋼 有沒有 這些拆除了就用形鋼比較方便 就是看怎麼頂 底下用一點沙土 大概是這種做法 那灌漿工法是把它浮正之後 底下灌漿用壓力灌漿的方式 地盤改良 先浮正再灌漿 那土壤液化的房子 包括地質鑽探 打塞機裝 開挖地基 灌漿 動力航池 這是土質鑽探的一些現場 那你看 對於地質高液化 潛視區的那個要做機裝 要做機裝 增加地盤的承載力 那這個大樓幾乎都會做了 那對於那個海埔新生地 一定要用這種高液化潛視區 用落槌去敲 湯匙 那這是震動式裝槌 上下震動完以後 填入沙樓再繼續震 震完繼續再填沙樓慢慢往上拔 這就是擠壓式沙樓 這應該你們都聽過了 那另外一個叫盆地效應 台灣最有名的盆地效應就是台北 台中也是一個盆地 那台北 你看 裝了一個水 你在那邊敲一個榔頭 它會怎麼樣 會搖晃 搖晃很久都不會停 這就是盆地 在裡面自己在那邊 自己在那邊自己爽起來 也不會停 那這是台北盆地 淡水河出口 好吧 那這邊講不完的部分 地震工程科技的話 這邊是講那個阻尼器 跟耐震設計規範 我們下午再花一點時間把它講完 好不好 好 上午講到